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关于高考录取的事情 网友分享了一下说中国的高考录取 最刺激的可能就是在内蒙 因为内蒙现在有网上有条件 可以网上就直接看了 你前面有多少人比你排在前面 后头有多少人在你后边 这个的话差别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状态下 其实现在网上越来越透明了 网上透明以后 现在带来的话 其实这里头确实权力寻租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 都是你知道了分数 然后填志愿 大家严格的按照分数去比较 当然走在最前列的是内蒙 往后头一点的可能是其他的省份 其他省份慢慢在各种的要求下 都像这种余地去看齐 这个的录取 这么讲一个话吧 就是说在这个网上这个录取 你绝对看分数的情况下 它也是在这个博弈造成了一些博弈的效果的 比方说像这种样的博弈 直接就造成你像清华 北大这样的成为了一个超级大效 因为你考完了 分数知道了你报志愿 而分数报志愿 你到底能不能上 就是完全看着那个分数来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看原来你是可能考前报 有些人希望留点余地 那么差别就很大了 这留点余地也好 安全一点也好 差别是大的很大 那么呢 你相对来说呢 可能比清华稍微差一点的学校 他也能收到很好的学生 像这个事呢 在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你是后报 所以他的好学校之间呢 他有时候分数不是差那么高 也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学校呢 他收到的一些高分学生呢 肯定比清北的踢挡线还是要高的 不像现在呀 基本上的话呢 你后头的学校呢 收不到清北的踢挡线的 踢挡线以上呢 你就都没有了 然后再往下呢 你可以发现这个区别啊 他因为他这个报呢 经常是这个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的那个在前面嘛 一个学校在前面以后 他把一个学校收分的范围呢 压得非常扁 也就是你在这个学校里头啊 你收的所有的学生呢 差不多就是个几分之间的差别 这个几分之间呢 其实这里头在学校里头的这个故事啊 其实水也挺深的 就是说你到底在学校里头 最后呢 这学校是收你了 收你了 收到什么专业去了 专业里头呢 怎么调呢 也有些故事 所以他这个博弈呢 就是说和原来呢 不一样了 对于顶尖的学校呢 这是特别占便宜的 就是等于他最差的呢 也给你都收了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呢 在以前的这个博弈下呢 他那个有些差学校呢 也能落得上好学生 尤其是呢 当时我们那个报志愿的时候啊 你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分要差很远 而且呢 你万一你第一志愿那个失守了 你去第二志愿的时候呢 第二志愿的学校 人家填第一志愿的 要分高好多呢 所以他就说 他下边的有些 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呢 他也会能收到点好生源 他生源呢 不是这么样的集中 就是说这个事啊 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上 这类似这种事呢 那是经过了激烈博弈的 经过了激烈的权力博弈的 实际上说的不好听了 那就是权力的博弈了 你像现在呢 我们是要求这个学校的提挡 后来变成了一分一节 一人一节 每个人都要给交代 在以前呢 他有时候不给交代 谁要被划了呢 可能很惨 同时呢 他允许这个学校呢 提挡120% 这提挡120%啊 这里头的水就深了去了 为什么讲这个水深了去了呢 现在好多人呢 已经不理解当时的状态了 当时的状态啊 能到什么程度呢 不要说现在那个什么啊 当时的状态呢 有没有关系的 有没有条子的 有没有什么的 会差很远 而且呢 当时的顶级学校啊 因为你那个报第一志愿 你第一志愿如果报了 考不上的话 你就跌到找挖国去了 所以呢 没有实力的不会报 所以他报志愿的人数 和你那个学校的录取人数 不是像现在那么夸张 你现在能报好多个志愿 那么实际上这事呢 这学校再能提挡120% 这分数就差远了 你像我当年呢 上这个科大的时候呢 这个事我们进了学校 大家就都知道了 你像我的那个进了学校的分数呢 是比科大在北京招的最低分 要多多少分呢 多110多分 你要知道这差多少分了 110多分 然后呢 你要是没有特殊的这种关系的 那个北京考去的 比最低分多多少呢 多70分 你要知道当年考试70分是什么概念 然后呢 在北京收的最低的那个呢 是我们科大某个系主任的儿子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他就是说 实际上好多人的话呢 去看那个录取的时候啊 尤其在北京啊 一看这个录取的时候 你看那个分数 好低呢 尤其是在前面二十年 你看那个分数怎么那么低啊 差一百多分呢 这实际上里头的水呀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京城呢 是水最深的地方 你就这么讲嘛 你那个部级以上的领导 外地呢 他就是四个班子的一把手 在北京可不是 北京国籍的还好多呢 你还有说其他的很多事呢 所以这个事呢 好多时候这个录取的故事啊 其实你像那个外地都是在算什么 你看那个北京考清北的人 怎么那么多 实际上他没有算呢 好多 他都是按照各个学校报的 自己有多少考上清北了 没有报里头有多少个领导的孩子 没有报里头什么呢 多少家是外籍啊 按照留学生考的 这个都没有报 都算在北京分子上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呢 算分母算的比较多 你像某个中原大省 你算一百多少万 实际上呢 你注意一下 他政府公开的网站 应届生79万 高考的复读生6万 那也就85万嘛 但是呢 他在外头公开的说呢 他考试的人呢 有120多万 连他的那个专生本啊 什么其他的都算上 各地儿有各地儿的规则 像这事儿呢 大家也可以对一下 就是这里头的水 叫做报志愿的水呢 远深于你的想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呀 你实际上能完全网上公开呢 反而是好的 你到底取了多少个 多少个是够分的 按照够分的取的 对吧 而且的话呢 现在你说吧 过去呢 你要是状怨 大家分都知道 我可以弄那个什么什么 你现在你要真说这个 像内蒙这个方式 你把钱多少名的那个名次 盖起来了 你状怨是谁不知道了 那下边还有故事呢 可以跟你们这么讲 他这个里头的这个录取里头的这种复杂关系的比例多得去了 而且尤其是呢 有一些顶级学校那个好专业 一个省就招一两个 你说你前二三十名的名次都不给公开 那你怎么报啊 怎么取啊 其实这个里头最顶尖的这些学校 这二三十名 你别看他说不给公开 那这里头故事深着呢 只有这些最顶尖的这些事才竞争呢 然后呢 每个学校你说到底他考到 那个够线的学生多少不让公开 那实际上的背后呢 其实还有故事 所以好些事呢 都是假着说是这个 不让你炒作状元 不让你炒作清美人数 实际上这里头呢 只要你不透明 都是故事 尤其是这个京城的水啊 不是外边人能理解的 所以实际上你要这样理解呢 把这些水挤去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 京城的孩子考 想考清北 实际上呢 你要有机会啊 你去外地去考去 占便宜 这个已经有人实践了 而且也占便宜了 你别看某些省老大叫 说他们的名额少 到他那儿 就到他那儿考去 事实就是如此 谢谢大家 今天这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